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钉木模板施工程序的重点 要其被最新批准的施工章程及施工图纸 损耗的加板要马上更换 模板工掌要核对板材的数目、尺寸及素质 只可以使用工程师批准的水溶性模板油 要用垂线和在楼面拉水平线来检查隔墙模板的垂直 要用合适的塑胶筒子及螺丝栓 钉墙伸模板的时候 外墙塑胶筒子的位置要向外威胁 而其他的塑胶筒子要平直对孔 模板的阴阳脚要垂直、对曲、还要接口平整 阳脚要用木板或锁脚螺丝把模板夹紧 确保有足够踢脚板来固定柱墙的位置 柱和墙角模板要预留清洁口 在胶筑混凝土之前 排柱的所有支撑方要加有横方来确保稳固 浇住混凝土之后要马上清理模板 拖架要有足够bracing和要用铁管锁紧 拖架要有可以调校高度的调节螺丝来调整楼面水平 梁边要加有足够的斜板和踢脚板 要在阵的阴、阳脚加上压角板来稳固夹角的位置 外墙梁千万不能用双层铁皮拉梁旁模板 避免中间有空隙漏水 地面要稳固 能够承托混凝土、钢筋、模板和施工时其他的负重 所有悬臂结构要有足够坡度和要注意拆支撑方的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